新盤连环登场 周六、25日 更有两个全新盘同步开售 二手看楼活动大受影响 利家国地产统计全港50个指标屋苑 50屋苑 周末两天 25日至26日 录得1075宗看楼预约 创近9个周末低位 按周错4.9% 利家国地产数据显示 以三大分区比较 周末两天预约看楼个案数量 全线按周向下 港岛区有150组 按周急射6.3% 九龙区跌4.3% 至445组 新界区的预约个案属三大分区中最多 有480组 按周减少5% 利家国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解释 一众发展商曾经推出多个一手项目应时 再三摊薄二手客源 二本港经济稳步复苏 深红的二手业主态度强硬 放盘叫价履创新高 预准买家增持不下 令50屋远的预约看楼个案 创近九州新低 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 港澳 报效明指出 该行统计的15个指标屋远周末两天有421宗预约看楼个案 按周大减约7.9% 连跌两个周末 为刑事连续第九个星期维持400组以上 反映楼市购买力持续释放 但一手新盘抢尽焦点 令二手看楼活动减少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 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称 该行统计的十大屋苑 周末两日看楼量 六得503组预约 属近八个星期最少 按周降3.5% 其中沙田第一成按周错9.1% 预约个案减至50组 他预期 4月新盘向预客有望 陆续回流二手市场 推动相关交投量